基隆市议会总共31席市议员 各党派市议员经过八个多月来的入党和退党 分分合合以及风波 民进党维持原有的12席议员 国民党同样也维持在12席议员 而跨党派政团联盟延续上一届市议会再次成立 由七位五党籍以及亲民党籍议员共同组成 仍然由五党籍市议员张耿辉担任召集人 张耿辉强调联盟在监督市政上没有所谓的底线 采取议题合作可以跟其他政党结盟 也成为在基隆市议会可以左右蓝绿的关键力量 政党跨党派最主要是没有支持某个党的倾向 最重要是以监督市政为主 认为对的我们就是坚持到底 更没有踩到底线 或许在党派的话他们可能说会怕踩到底线 然后该讲的也不敢讲 不该讲的也不敢讲 所以说就是容易受到限制 那我们跨党派政党联盟没有这个限制 最主要还是以民为依规 只要为民为地方的建设 我们没有踩到底线的限制 所以说我们日后除了当然严加的监督市政之外 然后在议题上我们也可以结盟 重点是这些 目前跨党派政团联盟有五党籍市议员张耿辉 张芳立林敏勋 陈冠宇陈明健 以及亲民党籍的副议长杨秀玉 和刚从国民党退党的市议员 吕美林加入 召集人张耿辉表示 有张芳立和吕美林两位资深市议员的加入 都将让跨党派政团联盟 在问政和监督上更有力量 更周全 党派政团联盟有七位议员成员 我希望在这个会期的话 针对我们地方上的 还是各区的一些建设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监督的立场 两位的资深的议员加入我们的跨党派联盟 我相信依他们的问政经验 监督的经验 应该对我们跨党派的整个运作的话 会更加的周详 基隆市议会方面指出 目前市议会总共有31席市议员 必须要有五分之一的议员人数 也就是七席市议员 才能组成跨党派政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这个是十字幕志愿者 neut Click